畫面現場是春光公園 因為常有民眾餵食鴿子 造成很多野鴿長期聚集在這裡 引發環境衛生與情蠻滋生的問題 讓信義區大道里的居民相當困擾 經常向里長反映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信義區 是松光里跟大道里的 隔一條路的一個春光公園 那春光公園你們會看到 剛剛有很多鴿子在我身後 那這邊因為常常有路人經過在餵養 然後還有特別從外地開車過來 在這邊餵養鴿子的 那因為鴿子一群聚的話 會造成我們周邊的住戶的困擾 所以我們一直在解決這個問題 你在都會去餵養鴿子的話 說實在會造成居民的一些困擾 尤其他身上有隔滿 會造成小孩子或者甚至大人 他的皮膚上的一些病變 那隔滿聽說會造成小孩子的日本腦炎 所以對身體健康是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都會去裡面 那都會去人又多 那加上現在的疫情 所以大家會對鴿子的鴿滿問題 還有這疫情的問題 就會把它混為一起 所以很擔心 尤其居民有時候會受到鴿子的攻擊 所以這個對孩子跟對大人都一個相當危險 我經常看到人家在餵 就是用藝米 用什麼出來餵 就是鴿子真的是很多 那很多小孩子都會出來這裡玩 其實鴿子他出來的糞便就會有 對 他的鴿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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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孩子大人還有老人 也是很不安全 但是已經很久了 以我知道也十年以上了 因為我住在這裡 大概三四十年了 所以這個爭取是應該是要 政府應該要很重視 對全民的健康 還有這個環境 環境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有請棟寶處的來 教民眾說如何去防止鴿子不要靠近 因為這邊的鴿子 他會到對面的那個住家去 然後在屋檐 或者說在頂樓在那邊煮草 甚至在那邊休息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排泄 排泄物出來的話 會造成環境的汙染 然後甚至會發現很多鴿滿 所以居民相當的擔心 那個洞寶處的有教我們說 要懸掛那個光碟片 那你看那個 我們的住戶也都掛很多光碟片 但是鴿子很聰明也很厲害 那久有久之 他就沒有他的作用了 所以我對這個鴿害的問題 也相當的困擾 為了解決鴿子群聚擾民的問題 里長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尋求協助 透過會刊 要求市府再加強設置告示牌 向民眾宣導不要餵食鴿子 未來更希望市府能提出徹底解決鴿害的辦法 那今天有特別請公園處來幫我們立個牌子 就是請民眾不要在這邊餵養鴿子 讓牠可以到大自然去 去那邊求生 鴿子要讓牠回放到大自然去 因為像四壽山那邊也有一大片的原野 樹林 那牠到那裡其實有其他的蟲類 昆蟲可以讓牠覓食 那如果你要餵養可以到山上去餵 讓牠可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去生存 我們不是要鋪殺牠 我們沒有 我們愛動物 但是要讓牠在該去的地方 該生長的環境下 讓牠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中 尋求牠的一個著弱點 而不是影響這些 大家要共存 但是也要有共存的方式 我們女長講的就是要回歸自然 因為鴿子有跟牠鴿子的生態 不要在這裡養牠就不會在這裡 一直很多 積極很多 對 聽說有一種就是有專業的 專門養一種老鷹在驅趕那個鴿子的 那我是期待也期待啦 就是政府可以有一些 就是可以解決鴿害問題的作為出來 另外新成立的廣磁博愛園區社會住宅 由於市府在周邊設置的新路燈太亮 造成光害問題 影響到林口街的住戶 里長也透過會刊 盡力為李明來解決問題 李明有一些光害的問題 光害的困擾 然後讀法局跟公登處的 一起出來關心協助 就是因為原本我們只有一排 公登處的那個矮的燈 照亮我們巷子的馬路 然後現在因為那個廣磁工地的開發 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有架設一些比較高的燈具 那這些燈具他事先在設計的時候 可能沒有考量到周邊住戶的一個 高度照亮的問題 所以現在那個高的那個燈具呢 他是比較亮會危害到 居民的一個睡眠品質 所以我們今天來了解關心 順便請他做協助改善 他們就是陸陸續續的一些方案出來 然後就是慢慢配合居民的一個感覺 就是燈的那個明暗度 去配合民眾的感覺 如果說有改善 已經完全消除他們的一個困擾 那就做最後的決定這樣子 我的原則我覺得說 社區的小事情 其實李明的小事是我的大事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 比如說我們這個巷子好了 我剛剛就有講說 廣磁工地他已經開發好了 他已經蓋好了 完全是一個新的大樓 可是我周邊還是老舊社區 但是老舊社區 還是有老的居民在住 就是有原來的住民在住 那你在設計的當下 應該考量到居民的一個 環境的一個舒適感 跟他的一個柔和度 對 這樣才能夠新舊融合 對啊 所以不應該造成 新的上來以後 不能造成舊的一個困擾 對啊 所以雖然它是小事情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件大事 所以希望說 讓大家可以多協助我們這邊 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跟著里長的腳步 繼續走進大道路七項 這裡有里民反映後向積水問題 造成解決滋生 里長也設法透過會刊來解決 那個面看要怎麼拉洩水更好 就這樣 對 就做一個人孔 不要這些樹葉通通積在這邊 這邊原本已經做好 那個後向道的綠煤化 他已經把那個鋪面都做好了 那後來就是有里民跟我反映說 這邊很多絕絕跟蚊子 那我們來勘察的時候才發現說 其實這邊 因為他沒有做那個 防葉子 防那個防水的那個人孔 所以他那個水啊 跟葉子 跟那個樹葉啊 就一直帶到這個洞口來 那這個洞口會堵住 那堵住以後 他水就會積在這裡 那久而久之 後向都比較沒有人去整理嘛 那就會帶出 不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這一次要徹底把它解決掉 就是改善排水 對對 因為他這邊 你看這邊其實不容易做 公務的要進來做也不容易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研究好說 看怎麼去濕做 讓它可以排水 然後可以讓葉子不要順著水流 然後積在這邊 這個問題 雖然說在小巷弄裡面 但是它也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把它 發掘出來以後 我們徹底的解決它 還有畫面中這個地方 是後山皮捷運站2號出口 在里長的積極爭取下 克服萬難 大幅改善了 無障礙坡道空間 並鋪設導盲磚 希望讓李明 與路過的行人 都能安全通行 這原本它的那個 無障礙坡道 只有這一丁點 那因為 每次我看到行人 在過的時候 都非常危險 因為它緊鄰 中校東路大馬路 那後來又有民眾 在這邊走路的時候 經過路原始會跌倒 它本來這裡是高企的路原始 那後來我們就找 找相關單位來研立 然後 就把它加長到這個寬度 這邊是後來再加長的 然後就是讓我們的 那個 身影障礙的朋友可以很 安全的通通過這樣子 行人走也比較不容易跌倒 那這個最近才完成 那現在那個地方是 加那個導盲磚 因為它原本導盲磚 只有坐到這裡 原本導盲磚 只有坐到這裡 那這樣子導盲磚就沒辦法 正確的導盲 它導進去那個 後山皮捷運站裡面 所以它今天來加 加長這一段 那未來這邊的那個行川線呢 它會縮進來一些 也避免跟那個大馬路那邊爭到 因為這一塊地 其實它爭議性蠻大的 第一個我以為 是捷運站應該出來幫忙協助的 後來捷運站說 這一塊地不屬於他們的 是應該裡面大樓的管委會 那管委會又說 它地捐出來給國家使用的 怎麼會是他們負責 所以跌倒的民眾 根本沒有辦法去求償 也沒有辦法去訴求那個協助 那後來他打電話給我 對他不是我李民 但是他打電話給我 那我在想說 這個捷運站是位於我們大道里 所以我在想說 我也要出來幫忙一下 不然萬一我的老人家 或者說我的婦幼的 這些李民走過這裡 也是會相當危險 所以勇於承擔就出來解決 但是在這處理的過程當中 非常多的單位出來協調 那我們是拜託戴錫慶議員 出來幫我們做會看 然後也找了很多相關單位 出來做一個協助 所以好不容易在幾個月裡面 也算蠻長的 因為我以為說 提出來以後很快速就可以改善了 結果沒有 其實也經過一段時間 終於把它溝通協調 然後可以做成這個無障礙波道 那我覺得這一段工程 雖然是小工程 但是影響的層面很大 對我們小孩子啊 我們的那個婦幼啊 還有我們一些老人家 他在行的方面就非常的友善 也非常的安全 里長強調 每位李民的小事 就是里長的大事 他以從事置業的心情 擔任里長的工作 希望盡力為民眾解決大小事 營造住在大道裡的幸福感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至少 好